大家好 虽然今年自己没有种日本小青椒 不过如果你看到商店里有瘦 一定不要错过它 因为它的辣度很低 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最简单的烹饪 就是做成类似中餐的虎皮尖椒 味道真是好极了 有一种让人刚吃完 还想吃下一顿的感觉 小青椒洗净控干 掰去裹地 并用牙签在上面均匀地扎几个小洞 目的是油煎时让热空气便于散发 不易爆裂熟得更快 处理干净的小青椒里 倒入一小勺橄榄油 搅拌均匀备用 烹饪时的调料更是简单 酱油 海盐 柠檬汁 铸铁平锅预热后 倒入小青椒 用中小火慢慢煎熟 煎到两面发焦起泡 青椒变软 就可以提前关火 然后加入少许的海盐和万滋酱油 最后淋入几滴青柠檬汁 最后淋入几滴青柠檬汁 谁是豆辣椒 味道醇厚略带甜味 再配上一杯啤酒 真是一道能让人上瘾的佳肴 日本小青椒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那就是十几个辣椒中 就会有一个略带辣味 这也正是人们使用日本螺丝青椒的乐趣所在 感谢大家的收看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